街頭有搞頭 精彩有看頭 今天呢又再度在同一時間跟大家碰面了 那麼我想街頭搞頭做了這麼多集 有很多的街頭藝人大家也看到 他們到街頭上面去表演呢 都有不一樣的目的 有的可能是想要賺錢 有的可能是想要累積經驗 就是未來想要成為發片歌手 那也有些人呢 他們就單純的只是想要分享他們的才藝 或者是說他們想要秀一下自己的 一些很棒的地方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組街頭藝人 他們上街去表演其實是 跟其他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他們是希望可以分享愛 分享夢想這件事情 也跟大家分享他們的音樂 要歡迎到的是 立位仁室內樂團 歡迎你們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室內樂團的小提琴手 顏妙蓉 是的 大家好 我是妙妙 你有一個稱號是 從不耍花俏的高雄姑娘 對 因為我是從高雄來的 而且我以前就是非常的簡樸 就是被他們講難聽一點 就是他們說我都是 就是非常的不懂的打扮 很像所謂的春姑 不會啦 所以現在呢已經被訓練成就是 團員很狠 怎麼這麼狠啊 真是的 不耍花俏的高雄姑娘妙妙 那麼長提手呢是 張湘怡 大家好 我叫湘怡 湘怡也有一個稱號對不對 你們每個人都有稱號 我叫俠女 愛恨分明的俠女 對啊 為什麼 是因為長提很適合當武器嗎 不是 因為他們都覺得 我喜歡就很喜歡 不喜歡我就很討厭 所以就是好物很容易表現出來就對了 好 湘怡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的鍵盤手 鍵盤手是鄭品 舒鄭品 大家好 我是鄭品 不是獎品喔 我是鄭品 欸 其他團員都聽過這笑話了是不是 不是 難怪只有我有反應 只有我有反應欸 他們都覺得冷掉了 老哏 老哏 然後鄭品也有自己的一個稱號就是 忙到爆炸的以後 平常是有多忙 因為我在協會裡面有處理一些 行政事務跟樂團的團伍這樣 喔 所以就比其他他們三個都還要再更 更多一些雜物要處理就對了 OK 然後再來是我們坐在後面很有氣質的大提琴手 黃茗盈 大家好 我是小黃 因為茗盈的名字其實有一點點凹口 對 很難記 所以我都說我是小黃 然後就頓時就很有親切感 可是這樣子如果就是團裡面啊 就在立委人如果說大家說 欸 找小黃找小黃或是叫小黃 一定是找我 一定是找我 對 就有時候欸 今天有點晚了叫小黃 然後到底是要叫計程車還是要叫你 整個字都很尷尬 非常可愛 其實四位呢 是因為這個立委人這個團體組織 然後才湊在一起 組成了這樣子的室內樂團喔 那我想很多觀眾朋友們也許對立委人 並不是很了解 其實它是一個公益組織對不對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公益 算是法人團體是在做些什麼 社團法人啦 社團法人 就是在關懷一些就是現在外表 看起來是正常的 可是它內心可能有很多的傷害 例如它從小到大一些 因為它的家庭所帶給它一些破碎的關係 然後或是也許現在有很多文明病 它也許有精神病 或是它有憂鬱症 或是它工作情感上遇到一時的難處 它走不出來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團體是關注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也有一點點防治自殺這樣子的 一個關懷層面的意味在就對了 這個團體是成立於1989年喔 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是在那個頂樓家蓋的地方小小的 然後就大家開始工作了起來喔 這怎麼會這麼辛苦 這應該要找他分享 開國元老 開國元老 一開始的時候是 就是幾個人先一起 那所以我算是早期的受住者 所以就是那時候 1989年成立的時候 就等於說只有單個位數的工作人員嘛 就個位數工作人員 然後就在那個頂樓家蓋的地方 那後來就是慢慢 大概發展到什麼的時候 才有正式的辦公室 我印象中大概 因為後來沒有多久那個房子就塞滿人了 所以就不服使用 所以大概一年多一年半之後 我們就換到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場地 對 那還好啦就是一年半就脫離了一個小小的巢穴這樣子 那麼樂團的部分 室內樂團的部分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在去年2007年7月20號 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 就是我們其實一開始是湊咖的 就想說你會樂器啊我也會 你也會他也會 然後我們就一起湊 然後因為那是為了一個公益的募款音樂會 那我們想說我們可以為這個 就是這個活動可以盡哪些心力 然後我就突然想 我們可以先組一個室內樂團 然後所以我們就從第一首曲子就是 就是女人香開始 所以那時候是湊就是 好像打麻將的感覺 就找了一個 就走 找四個就對了 所以三個了 三個了 還缺一個要找誰 後來湊咖完之後呢 就發現回想很大對不對 然後就正式的四個人 變成這樣一個小組 現在也是常常幾乎每天都會團練 每天 每天早上 你們本來四位個別都是音樂老師 所以就是說挪出多一點的時間 早上的時間除了教課之外 然後來為這個立位仁團體 來做一個奉獻跟一些練習的部分 那麼我知道立位仁還有另外一個現代樂團 現代樂團跟你們這個小小的室內樂團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現代樂團就是 怎麼講 就是電吉他 電貝斯 是不是這樣講 也是鼓 然後keyboard 就是編織不太一樣 他們人數也是跟你們一樣嗎 五個 五個 所以你們都是 就是會一起去為了公益 募款或是晚會 或是在街頭做表演 都會進行一樣的事情 只是在編織上的不同 對 立位仁我知道好像除了就是你們 室內樂團跟那個現代樂團之外 還有劇團 成心劇團 還有藝人等等之類的 有 為什麼公益團體要成立這麼多的表演組織啊 沒有 其實這些人都是受註者 然後就發現 這就是 就發現說 原來其實他們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那他們可能因為太過受傷 所以他們其實都被埋沒起來了 可是如果這些人他受到幫助 他們就可以發光 所以就會發現 原來這些人都這麼有才能 所以你們等於是說 去幫助了別人之後 這個人他可能被幫助了 然後受到了激勵跟鼓勵 他OK了之後 他也會自己想要 回饋給立位仁 想要奉獻他的所長 對 那 比如說如果是我的話 沒有什麼所長 可以到我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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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想說那萬一 受助人就是覺得 我很想回饋 可是我沒有 我也不會樂器 什麼都不會 當然沒有辦法回饋給那個 你可以主持啊 我們好多活動 所以就是等於受助者 一定都會這樣回來 為立位仁這個團體做一些放線 這樣好窩心的感覺 那麼 因為你們之前也都是受助者 所以每個人其實自己 有一點點小故事 對不對 要不要從相宜開始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的成長背景就是 比較屬於憂鬱的 就是我們家是屬於這一種 然後可能 就是我爸的情緒也不太穩定 然後從小就是會 成長的就比較懼怕 我只要聽到我爸走路的聲音 我就會